上次拍的時候我和大家分享單光的老花眼鏡 和漸進色的眼鏡 接下來我和大家分享漸進色的隱形眼鏡 和抗老花的癌入水 漸進色的隱形眼鏡其實是甚麼呢 它一向都是戴隱形眼鏡 而又出現老花 而它又不喜歡戴眼鏡的人 就適合使用這類型的隱形眼鏡 其實這隻隱形眼鏡有甚麼獨特的設計呢 就是說一隻隱形眼鏡 它大概有14.2mm的直徑 它的新的設計中心是一個閱讀度數 一路擴散出去的時候 周邊就是網轉的度數 當你戴了這個隱形眼鏡之後 它就會聚焦了兩個影像在視網上 那我們大腦就會去分析 當你望遠的時候 我們的大腦就會選擇我們望遠的影像 當我們看近的時候 我們大腦就會分析 用回我們看近的影像 但是這隻隱形眼鏡就有個問題 這隻隱形眼鏡其實就是需要穩定性很高 如果你的眼睛曾經做過一些角膜手術 可能你帶上去 它穩定性不高 可能就未必是你心中的效果 另外就是散光 因為暫時來說 香港市面上 有散光的類型都不多 如果散光深而你帶上去的效果 但不理上其實都沒有什麼特別的選擇 反光也是一個問題 第三就是它的附加度數 即是所謂的腦花 因為它現在香港市面上 一般的腦漸進的隱形眼鏡 它的附加度數都是高、中、低 甚至乎有些是高和低 就變成它不同眼鏡 因為眼鏡的腦花可以25度、25度去附加 所以就會有少許分別 另外就是這隻隱形眼鏡 沒有一個絕對的度數去驗配 那就是要看一個視光師的經驗 去令你看東西的時候 配合你的要求 平衡你的視力 你望遠多少、看近要多少 我們平衡一下 要看一個經驗去做 所以就驗背需要時間 一隻隱形不同 普通的隱形 所以需要少許時間去試戴 那這個隱形呢 其實我有些優點和缺點 我都會列出來給大家看看 大家看看之後 我就再去講一講 抗老花的眼藥水 那跟大家分享這個 抗老花的眼藥水 這個抗老花的眼藥水 就是美國食物及藥品管理局 這個FDA在2021年12月中 就批准了在美國食物 這個藥物是由這個 阿勒勤公司去研發出來的 那在官方的報道呢 就說這個眼藥水滴了 大概15分鐘後就開始見效了 那維持大概六至十個小時 那它適合的人士呢 就是四十歲至五十五歲 那五十五歲以上呢 就開始效能就沒有那麼 就是沒有那麼見效了 那它的原理呢 在報道上呢 就說呢 它滴了眼藥水之後呢 那瞳孔就會縮小了 那縮小了之後呢 我們景深就會大了 那它自然呢 看近的東西呢 就會好了 那但是有個問題呢 就是說它 因為桶很小了 所以有些情況下呢 它都說是不適合用的 就是說當你是駕駛的時候 夜間駕駛啦 還有在昏暗的地方呢 都不適合滴了這隻眼藥水去處理的 那就 公安報道大概就是這樣啦 那但是就香港市面呢 其實就現在未知有沒有得買的 那當然如果你要再細節一點 或者去了解的 那一定要找回眼科醫生去驗一下 看看適不適合用 因為它始終它的藥物呢 都會有一個副作用在這裡 所以大家知道一下先 那有什麼就下次再談吧 如果覺得這個頻道OK的話呢 就不妨給個like 訂閱 還有如果可以的話就按鈴鐺 那有什麼通報我們再和你們分享啦 這次先說好了 拜拜 拜拜